而他再想向玄老交涉,玄老却不给他机会了,结果毫无疑问,在玄老强大的实力面前,哪怕是身为凶兽,赤王也只能勉强自保而已,在自保中节节败退。 不过,除了玄老在圣怒之下的权力一击之外,他和赤王都有所收敛,以他们的实力,如果权力相拼的话,对于星岛大森林来说,绝对是一场灾难,而这时谁都不想看到的,包括玄老也是如此。 浓烈的黄色光芒,粘稠如液体一般,一座大地之力宁静而成的囚龙骤然升起,经赤王牢牢地锁在其中。 赤王三个大头疯狂咆哮,暗红色的毛上涌现出一道道黑色纹路,宛如火山爆发一般试图冲破这个囚龙。 而也就在这个时候,玄老所化的涛鸡神牛神形一闪,就已经到了那三眼金枕面前。 一道亮黄色的光芒,从他的双脚之间电射而出,经了重创后的三眼金枕笼罩其中。 轰! 赤王在不惜耗费本源之力的群人爆发下,终于冲破了那道大地囚龙。 但是,他却不敢再发动攻击了,三眼金枕神情伪顿地被笼罩在那团黄光之中。 赤王很明白,如果寻老愿意,那强横的吐息能力,性内挤压就能要了三眼金枕的命。 三头六目,雅致欲裂。 赤王怒吼道, 你敢,你敢杀瑞手,我们心斗缩属,必定让你们人类世界生灵兔坦。 玄老重新化回人形,赞赞地道,谁说我要杀了他了? 一听玄老说不杀三眼金枕,赤王顿时冷静几分,他也是有着极高智慧的存在。 沉声道,你得怎样? 玄老淡然道,不怎样? 你给我找一只品质绝佳的一万五千年修为左右的精神系浑兽来,把他换走。 赤王一呆,这叫什么条件? 和瑞手比起来,一万五千年修为的精神系浑兽,简直就是萤火与浩月啊。 他甚至怀疑自己听错了,如果玄老说让他弄出十万年回手,他都不会感到意外。 玄老冷声道,怎么? 听不懂我的话吗? 给你两个时辰的时间。 过时不后,我看这三眼金枕,应该也有一万多年的修为,我不介意让他做我弟子的红环。 赤王急道,不靠。 三眼金枕乃是当代锐手,他的力量根本不是你们人类所能吸收的,对你们人类也毫无好处。 好,我答应你的条件。 但是,你如何保证锐手的安全,我怎么相信你? 玄老一屁股坐在三眼金枕的身上,黄色光芒也变得更加浓烈了。 赤王,你要知道,你没得选择,也没有跟我讲条件的资格。 我在兴岛大森林北方外围边缘等你。 记住,你的时间只有两个时辰。 我唯一能告诉你的就是,你们兴岛大森林,与我们十六个城匹林而居。 在没有绝对必要的情况下,谁也不愿意双方爆发战争。 虽然,我们并不怕战争。 赤王三个大头的眼神连变,看着玄老一脸冷峻的样子,他那锋锐的犬牙动了动。 好,我就信你一次。 话音一落,他也不再耽搁,身形一闪,已经化为一道暗红色光芒,瞬间消失了。 玄老就那么坐在三眼金枕身上,而王冬和萧萧此时心中的急切也早已消失了。 忙不迭地,就要朝霍宇后释放出气息的方向寻去,却被玄老拦住了。 玄老向他们轻轻地摇了摇头,眼神微动,片刻之后才再次点头。 这时,没等王冬和萧萧去找,霍宇后已经贼头贼脑,小心翼翼地流了过来。 赤王和玄老对着的强大威亚消失,自然也就不能再限制他的行动了。 这边没了声息,他自然要流过来看看。 而且天猛兵残也明确地告诉他,那只强大的凶手走了。 玄老,霍宇后看到玄老, 坐在三眼金针背上,顿时大喜过望, 甚至开启了背后的魂岛推进器,冲了过去。 玄老,没好气地道, 别叫我,你这臭小子, 吵得吓死我,刚才怎么回事, 你释放出十万年魂兽的气息, 怎么一下就消失了? 霍宇后苦笑着, 把之前自己如何遭遇双头独眼巨人, 不得不用十万年魂兽气息保密, 以及后来看到三眼金针的过程说了一遍。 听了他的话, 玄老的脸色顿时变得有些古怪, 看了一眼坐在身下的三眼金针, 拍了拍他的大头, 倒是委屈你了。 三眼金针此时似乎已经恢复了一点, 冷冷地看着玄老, 居然也是口吐人言, 而且还是韬月动人的女生。 可恶的人类, 你敢伤害我, 我要你们不得好死, 美劲连连。 玄老黑黑一笑, 一掌拍在三眼金针头上, 将他的头压到地面上, 还用力地揉了揉, 让他和泥土亲密地接触着。 威胁我, 别看我是第一次见到你这种瑞兽, 但老夫对你这所谓瑞兽的情况也是知道一些的, 你无非就是带着这些奇特的上古血脉, 能够通过自己的血脉气息影响一地的天地灵气波动而已, 所谓的祥瑞都是扯淡, 还让我们眉远连连。 你信不信, 老夫现在就能把你折磨得半死不活, 凶手区那些家伙是把你当成宝, 但也就是宝贝而已, 要是老夫杀死你, 说不定他们真会恼羞成怒, 动用受潮攻击人类世界。 可你活得好好的, 别把自己想得太伟大。 那些修炼了数十万年的凶手对你再好, 也无非是把你当成一件珍宝而已, 而不是帝皇。 你那帝皇瑞兽的名头, 不过是好听而已, 无论是做人还是做魂兽, 都要有些自知之明才好。 你, 你胡说! 三眼精神的声音明显高扛了几分, 玄老愣笑道, 哼, 我胡说, 我这已经说得很客气了, 要是你们有利用价值, 或者说吃了你的肉能长生不老, 你看看那些凶兽会怎么对你。 玄浩, 过来。 是, 胡玄浩赶忙走过去, 玄老道, 把你的额头抵在这三眼金针的第三只眼睛上, 放心, 我会压制住不正的方康。 不行, 你敢。 三眼金针大怒, 怒吼连连, 拼命地挣扎, 之前所受的内伤, 甚至令他口角溢出金红色的血液来。 胡玄浩愣了一下, 玄老, 这, 玄老黑黑一笑, 哼, 在咱们十六个许愿, 一本得子远古时代的古典中有记载, 瑞兽所在, 万兽得体, 奇数至高, 人可皆隐, 祥瑞匹佑, 前途无量, 也就是说, 瑞兽自身可以庇护浑兽, 令浑兽修炼速度大幅度提高, 不同的瑞兽属性也并不相同, 像眼前这只三眼金针, 就有多种属性存在, 刚才我攻击他的时候就感觉到了, 他体内有光明属性和火属性, 但是, 这儿者虽然倒也接近极致属性的层次, 却还不是他的主属性, 他的主属性乃是精神力, 如果不是那精神力作祟, 我之前的一击就可能要了他的力, 所谓属性皆隐, 就是用他的属性, 把你的属性提炼提炼, 让你身上也多一些祥蕊之气, 对你未来的修炼会有巨大的好处, 不过, 这祥蕊庇有, 前途无量八个字, 多少一些模糊, 好处是什么我也说不清楚, 需要你自己去体会了, 赶快的别论动, 最后一句话, 自然是对三眼金枕说的, 三眼金枕原本想说的话, 也因为玄老用力将他的大头按在地上, 而无法说出, 护与昊对玄老自然是深信不疑, 看着三眼金枕那仿佛要喷出火的三只眼睛, 黄管贴了上去, 经自己的额头向他的竖眼贴去, 三眼金枕的能力完全被玄老压制住了, 玄老并不知道的是, 如果三眼金枕现在还有一丝力量, 那他都会毫不犹豫地自杀, 玄老更不知道这属性皆隐, 对于祥兽来说, 这意味着什么, 这一点甚至同为魂兽的天猛兵残和兵壁帝黄西都不知道, 也是瑞兽最大的秘密, 在魂兽世界中, 从未有魂兽胆敢去接触这个秘密, 有凶兽的保护, 三眼金枕那帝黄瑞兽的名号, 也并非玄老所说的那么不堪, 根本没有魂兽胆敢接触他的身体, 三眼金枕性情暴力, 谁试图接触他, 都会遭到他疯狂的攻击, 三或于浩额头抵在三眼金枕那只树眼上的一瞬间, 他和三眼金枕的身体都是剧烈的颤抖了一下, 霍玉浩额头上的生灵之眼, 竟然在瞬间被三眼金枕树眼中所蕴含的奇异力量激发, 悄然开启, 但因为此时他的额头已经抵在了三眼金枕的树眼之上, 所以玄老王东和肖肖都看不到这一点, 震颤瞬间之后, 霍玉浩突然感觉到自己大脑一片空白, 甚至连精神之海都仿佛消失了似的, 而在他精神之海, 以及第二十海中的天梦兵地和伊莱克斯, 在这一时刻, 同时选择了将他们各自的力量浓缩成一点, 隐藏在角落之中, 一圈圈奇异的扭曲光运, 包袱住了霍玉浩和三眼金枕的身体, 他们彼此之间, 身体竟然像是变得透明了一般, 光芒若隐若现地闪烁着, 每一次光芒转变, 霍玉浩和三眼金枕的身体, 都会轻微地缠导一下, 生灵之眼中, 原本蕴含着生灵之金的庞大生命气息, 竟是疯狂地清洗而出, 注入到三眼金枕体内, 之前三眼金枕所受到的创伤, 以惊人的速度痊愈着, 而以霍玉浩和三眼金枕的身体为中心, 整个星斗大森林都仿佛躁动了起来, 浓烈的生命气息在五星中朝着他们疯狂涌来, 不断地注入到他们的身体之中, 扭曲的光芒变得越来越强盛了, 经着一人一兽的身体包袱在内, 一股奇特的力量经玄老也躺开在外, 看着这神奇的变化, 宣老心中也不禁有些忐忑, 难难地自言自语道, 不会玩太大了吧, 这三眼金枕刚才拼命撑扎, 难道说这份接引会养了他的小命, 那可就麻烦了, 兴斗凶兽, 还不跟我们使了个拼命, 估计害死人哪, 怎么反应这么大, 黄东眉头紧皱, 眼神之中金光不时闪烁, 不知道为什么, 看着眼前这扭曲的光芒, 他有种怪异的感觉, 仿佛有什么自己的东西被分走了似的, 但这种感觉又很淡, 让他根本感觉不清楚, 霍玉浩意识的空白渐渐恢复, 他的精神之海也重新出现在他的意识感知之中, 他惊讶地发现, 自己的精神之海内仿佛多了些什么, 整个精神之海的体积至少增加了一倍, 其中更是有着一种若隐若现的气息存在, 自己的生灵之眼已随之出现了变化, 原本充满生命气息的生灵之眼, 散发出的光芒大多数时候是绿色的, 对他来说, 那只是寄居伊莱克斯的地方, 也帮他留存着一丝精神的, 视为第二十海, 生灵守望之刃也在那里, 随时可以为自己所用, 而此时却不一样了, 慧后清楚地感觉到, 自己就像是真的拥有了第三只眼睛似的, 这生灵之眼已经完全在自己的控制之中, 整个生灵之眼变成了惨金色, 里面的生灵守望之刃直接被排斥了出来, 落在他面前的地面上, 生灵之金的生命气息, 也还在生灵守望之刃上并没有被剥夺, 伊莱克斯的神石居然被重新挤回了自己的精神之海中, 也就是说, 现在的生灵之眼已经纯粹地变成了他自己的第三只眼, 完全在他的掌控之中, 而且他分明感觉到, 自己这第三只眼中还多了一份神奇的力量, 这股力量究竟是什么, 他说不出, 但却能感觉到那是一种似乎凌驾于自己已经拥有的所有能力之上的力量, 在那股力量面前, 就算是兵地, 天梦, 这两大顶级魂兽, 都不敢与之抗衡。